第二位議員嘉賓就是梁振英先生 請來梁振英先生 多謝江醫生 王國強主席 唐英年先生 各位朋友 大會一個月前發給我的邀請信 就說今天將會舉行 名為提升香港管治水平推進社會經濟轉型的演講會 提升香港管治水平推進香港社會經濟轉型的演講會 這個題目確實 範圍很闊 大會就給我20分鐘的時間 連上答問的時間 所以我盡量精簡縮龍城邨 講講我個人對提升香港管治水平 和推進社會經濟轉型的一些想法 這兩句說話當中 提升管治水平推進社會經濟轉型 都不是只是經濟轉型 而是社會經濟轉型 兩個關鍵的動詞 一個是提升 一個是轉型 其實都是變 都是在講變 香港人普遍認為管治水平有待提升 我相信大會也是這樣看 否則不會提到這樣的題目 就要大家探討一下怎樣提升香港的管治水平 大會大概也都覺得 我們的社會經濟轉型是有待推進 如果不是大會也都不會提出 要我們兩個人講怎樣去推進社會經濟轉型 香港人普遍認為管治水平有待提升 社會和經濟都有待轉型 求變的呼聲相當高 求變的呼聲相當高 意思就是說過去政府在管治水平和社會經濟轉型方面 我們都沒有跟上社會的發展和需要 我們必須正視這些訴求社會的進步 日本則就是不斷的演變 我深信唯有變 香港才有進步 唯有變 香港才有出路 我11月27號 提出我參選的政綱和治綱理念 我在宣言當中提出四個字 就是找中求變 接著我過去那十天左右 先後兩次發表了書面的房屋 以及人口政策的政綱 這兩個書面的政綱 已經是透過傳媒向大家發放 也都發了給選舉委員的 裡面一共在這兩個施政範疇當中 一共有33點的政綱 明天我們會出土地方面的政綱 我認為最需要的轉變是三方面 其中一方面就是大會今天提出的 我們今天這個座談會的其中一個主題 就是管治的內涵 政府要推動社會和經濟轉型 就必須切實認識問題的本質 無論是轉型的方向 或者是創造轉型的條件 政府又必要擴大和提升 政策研究的範圍和水平 強化社會和經濟問題的調研工作 以科學的態度和客觀的事實 來主導決策 才能夠提升施政水平 這個例子是什麼呢 過去幾年大家知道 不少的夫婦雙方都不是香港居民 也就是大家俗稱的雙非人父來香港產子 其實我們調研的要知道是什麼呢 就是不只是我們的公立醫院或者私立醫院 那個苦產科服務是否可以應付 而是我們還要去考究一下 我們日後的母嬰健康服務是否可以應付 我們要去考究一下 我們日後的幼兒教育服務是否可以應付 這個是一個例子 除了剛才所講的用科學態度和客觀事實 主導決策之外呢 政府也都必須不斷檢視政策目標的主持 以來定施政和資源分配的憂詞 另一個提升管治水平的做法呢 就是政策執行要到位 政府施政要跟進 要評估成效 要確保政策到位 政策出台之後政府必須跟進 確保政策的執行能夠到位 要用評估的手法來去檢視政策 能否達到這個預期後果 還有就是問責班子和公務員團隊要各思其職 也都要適度調節問責班子的底層 強化政治人才的培訓 我們要優化問責制 要調整領導架構 要合理分工 要加強政策協調的統籌能力 在管治團隊的問題上 我們知道我們的問責就是已經運作了一段時間 但是問責團隊和公務員之間的工作關係 仍然有待改善 什麼人負政治責任 什麼人負行政責任 面對未來問責官員要負責政治工作 強化政府和民眾推介政策的職能 給高級公務員可以專注政策研究 要做好政策出台線的準備 政府領導人也都需要一 聽 即是聽大家的意見 包括公務員團隊的意見 第二是要定 如果我們只是聽而不定的話 就變了意義不決 定了之後在執行過程當中 我們要撐公務員 否則公務員不會好好去用 他的著情權來執行決策 令到我們的社會或者政府的施政效率 會越低落 我們要加強地區行政 在地區行政的職能中 研究怎樣加強政府部門的統籌工作 以及如何提升區議會的作用 使大多數的地區問題不需要總部解決 而可以由地區解決 大會給我的第二個題目就是 社會和經濟轉型 當前國際經濟大環境動盪 我們要更積極地捕捉國家 經濟高速發展的機遇 充分利害國家和對香港的支撐 找尋新的增長點 做好轉型的前期工作 我們不能夠因為外面的經濟不穩 我們坐在香港等打風等下雨 我們要做一些積極的轉型的前期工作 因此政府必須加強與內地部門的溝通 打通發展的經濟 對內促進對外開拓 讓香港工商專業界可以開拓發展新的領域 讓香港有更大的體外經濟 現屆政府在四年前已經公開放棄 積極不干預的政策 但是施政確未能落實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應有的作用 例如六大優勢產業的發展步伐緩慢 例如十二五裏面 國家給香港的支持到現在 我們沒有具體政策怎樣用好 十二五自從去年三月宣布之後 到現在轉眼又過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反映政府仍然未能擺脫過分依賴市場主導的思維 而且未做好配套的措施 和提供誘因推動產業的發展 我認為政府要適度有為 我有幾個具體的建議 就是推動我們社會和經濟的轉型 一就是在特首辦下成立統籌機構 對外負責和內地的政策協商和規劃對接工作 對內負責協調和跟進有關政策局的工作提高效能 我們要加強G to G的功能 意思就是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和內地的省市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的溝通工作 我們CIPA簽了到現在2003年到現在89年的時間 一般的反映就是成效未如預期的理想 甚至乎有些朋友說成效不章 大門開了 小門未開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未做好G to G的職能 我建議建立官產研學結合的聯合工作小組 制定產業政策 研究和推動傳統優勢產業和新興產業的發展 大家知道中小企是在香港經濟當中佔一個主要重要的位置 中小企經濟轉型過程當中是最需要政府的積極扶持的 我認為我們應該盡快恢復過去在金融海嘯期間實施的特別信貸保證計劃 我們要推動小型貸款並且帶動金融界參與 特區政府可以和內地各級部門加強協調 協助港資企業轉型 尤其在轉型過程中產生的稅務成本增加的問題 由兩地政府積極協商加以解決 我們要考慮將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擴大它的業務範圍 為港商內銷業務提供信用資訊和保險服務 隨著國家發展模式由出口向內需驅動的轉變 特區政府應該協助港商向內商重心拓展 在方面台資比港商更加接觸先登到內陸的省份 例如四川、重慶、湖北、韓南等 例如我們可以將越港合作框架協議的做法 推移廣支 與其他內地省市簽訂區域性的合作協議 最後一點 我們共有八個措施 最後一點是我們協助扶持中小營 參與香港的經濟轉型 和在香港的經濟轉型過程當中 不至於落後甚至乎是被淘汰的 就是港資企業的研發普遍落後於其他的外資企業 為了協助在內地的港資企業升級 特別是創立品牌 香港特區政府應該在資助企業開展研發方面 給予支持 特區政府應該改變目前的錢不過界 錢不過界的原則 投入更多的資源 協助港商在內地的境外工業 也就是我們香港人現在越來越大 也都越來越以重的 體外經濟的一部分 和海外的營運 我相信 特區政府一定要知道 社會後面的呼聲越來越高 我們知道 我們過去做事的一套思維和準則 已經不符合現今社會 現今經濟對特區政府的功能和作用的要求 我認為我們要改變我們的思維 我們的政府要適度有違 我們整個社會要穩中求變 在管治方面我們要穩中求變 在經濟發展方面 特區政府要扮演好的角色 發揮好的作用 我們的社會才可以做到 今天大會給我們的題目 就是提高貫治水平 和我們推進我們的社會和經濟的轉型 多謝大家 好 多謝梁振興小生 請問有沒有其他朋友想問問題呢 紅姐 好 梁先生 梁先生我想請問一個問題 剛剛是問不到的 但我想問現在香港最麻煩的 我們看到的就是 現在國內的產婦越來越多 來香港衝關的又有 而且他們的父母都不是香港人 如果這樣下去 每一年的數字增產下去 如果你做了特首以後 這個問題是怎樣解決的 以前的司法是有問題的 如何和中央溝通 現在很多國家都不可以生孩子 都不可以拿到它的居留權 但我們現在我覺得這個問題都很嚴重 將來我們立即真的很慘 謝謝 首先我們人婦來香港產子 我說的是夫婦雙方都不是香港居民的 所謂雙非夫婦來香港產子 不是醫療產業 不是醫療產業 它應該是由我們的人口政策來主導的 但是雖然我們從2007年開始已經有 由政務司長任主席的人口政策督到委員會 但是到今天我們沒有人口政策去主導 雙非人婦來香港產子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看法是這樣的 三個方面 第一衝關的 我們要制製 這個中央政府已經表了台 溫九寶總理在上個星期接見曾任權行政長官的時候 已經願意著令我們內地有關的部門 配合特區政府 但是這個數仍然是一個比較小的數 在所有雙非人婦在香港產子的人數當中 十個人裏面有一個是衝關的 九個是拿所謂預約證的 預約證的就是跟著要講的兩部份 雙非人婦在香港產子三部份 一部份衝關 另外兩部份就是拿預約證 一到公立醫院 二到私立醫院 我今天是出了一張有15點政綱的 人口政策的政綱諮詢稿 現在在我的競選網站已經有了 就雙非人婦在公立醫院產子 我主張2013年我們停止接收 我主張在2013年停止接收 我認為我們的公營醫療資源 不應該用在這方面 尤其是雙非人婦來公立醫院產子 已經影響到香港人婦 在公立醫院得到的負產科服務的應有水平 第三方面就是雙非人婦在私立醫院產子 2012年的人的名額 已經定了在三萬三萬多 三萬三萬左右 我認為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 應該盡快就雙非人婦在香港產子 造成的後續的問題 包括對母英健康院造成的壓力的問題 對幼兒教育造成的壓力的問題 在這裏插開一點點說個數據給大家聽一下 根據統計處在出生的地方 向雙非父母做的調查的結果顯示 有一半雙非夫婦在香港生的小朋友 是會來香港上幼兒院的 這就是大約一萬五萬六人 這條數等於甚麼呢 等於香港所有港九新界幼兒院一年級學生 總數的三成 我們沒有辦法在短期內增加三成名額的 所以這個問題比較嚴重 所以我認為要請人口督導委員會 盡快去研究那個影響 在未有結論之前 未有結論之前 我們暫停和私家議員 磋商2013年的名額 我們暫停磋商的名額 多謝你 還有其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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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介紹你自己 我是邱威榮 我是文化的宿戒 剛才我的問題是要問問童先生 童先生在政工任務 我見到美來 他準備在白區有文化 最重要的影響機關 所以我感覺 楊生這個政工任務 有沒有這個計劃 其實加入我們廣東社團 這個題目的廣告 就是廣告能力 廣告能力 社會如何做到穩定 其實這個穩定 和這個意識形態最重要的 所以香港和被居住之後 和文化成功的美國區 其實香港可能是政府 但是有一個聰明 可能叫做文化三毛 所以我希望 楊生你是政工任務 用我這方面的 著重 有那個內容 為什麼呢 就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 其實都是一個理念 和一個教 差不多一樣 所以我們是中國人 但是現在民調 把中國人和香港人分開 我想那些問題不能太長 你的時間給他 我兩三年前 我兩三年前寫過關於 香港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的文章 我認為香港是需要有一個政策機關 負責香港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 這兩者之間是有區分的發展的 香港的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 不應該放在政府的執行部門那個層面 而是需要一個政策部門的層面 我大概過幾星期前 我在亞洲電視接受高智深導演的訪問的時候 我又重複了這個觀點 出來見記者的時候 我就這麼說 我認為我們需要一個文化局 我們需要一個文化局 不需要一個很大的局 但是是需要有心人去推動香港的文化事業 和文化產業的發展 在外面很多城市 我們的兄弟城市澳門 我們的兄弟城市台北 都有文化局 我認為有一個局 有需要去做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不是為了成立一個局而成立一個局 最重要的是有一個有心人 他是對香港的文化事業 有建立的 有主張的 如果我們有這樣的人 最好 因此那天我用了八個字說 我說山不在高 有先則靈 意思就是說這個局不需要大 我們一個好的局長 可以為我們做很多事 多謝你 為了公平起見 我們二十分鐘已經用完了 所以我們在這裏用掌聲 多謝 多謝